香港赛马会网站 剖出声明稿 雷涛严正澄清 马会并没有派出任何代表 与任何高雄官员会面 如此大动作就是为了这件事 马会的主席本来要来 喉咙发言 30号香港马会的资深会员 特地到高雄市府拜会韩国瑜 高雄的一个气候跟香港差不多 种草也好 粮食也好 对养马就整个赛马产业 非常有帮助 虽然很肯定高雄 但这些马会代表们 立刻被香港赛马会打脸 根本不是他们的代表团 想发展赛马 让韩国瑜最头痛的就是 涉及刑法的赌博罪 该如何解套 那是不是运动彩券 能够再加一项 所谓赛马 来来解决法律的问题 抛出了运动彩券说 但却立刻被前运彩内部员工打脸 因为根据现行法令规定 运彩发行条例需为中央体育主管机关 赛马进来就有困难 更遑论运彩 而赛马非国际赛事 也不能列入投注项目 据了解过去香港马会也曾经投资 合资经营运彩 想境外投注 最后却因为法令不松绑 不堪亏损撤资 博弈的这个成分的话 那可能就必须在法律上有所突破 那我们会有各种方案的 报道事业会来审认 面对询问 韩国瑜四两拨千斤 才看似有往前跨一步 却先被揭穿再遭打脸 就怕到了最后 这项证件又会沦为一场梦